生梦人气王颜明熙是炙手可热的星星,17岁的他私下相当铁地,早前与闺蜜组队参加校内歌唱比赛,更以真名王家安登场争冠军。 除了参加比赛,他日前更秘密客串无限处境之,实行全方位挑战自我。 无限选秀节目《生梦传奇》三料冠军颜明熙出道短短一年,凭借扎实唱功成为乐坛耀眼星星,加上早前再生生不息表演亮丽,成功打开内地市场。 虽然身价百倍兼人气爆灯,但他不将自己局限于唱歌,还踩过戒去演戏。 继之前拍摄剧集《青春等我》之后,日前秘密为无限处境剧《爱回家之开心宿地》客串。 有份合作引出的李俊华将合照上载至社交网并留言,今日一起拍剧,角色分配得好真实。 之后却以闪电手扇向,明显想保持神秘。 关乎巷中两人的衣着及妈巴的留言,Gigi大有机会做会自己饰演年轻歌手,而擅长跳舞的妈巴为知是否饰演舞蹈员。 Gigi演绎生活多姿多彩,但镜头下仍是一个平凡学生妹。 将于明年考DSE公开式的Gigi,非常珍惜最后的校园生活,亦希望与同学们留下难忘的回忆。 故早前已真名王家恩报名,连同两个闺蜜组队参加校内歌唱比赛。 在网上曝光的初赛片段中,以英文歌Love Story上战场的三人表现合拍。 起正中间的Gigi虽然以素颜四眼校服Look登场,但仍难掩欣慰,举手投足都有台形。 而其余两位闺蜜唱功意不俗,结果轻松杀入决赛。 他们集后以一曲小幸运,挥抵其余两对劲敌,勇夺冠军。 身为校内风头盾的Gigi,赛后紧接着出席学校圣诞联欢会,继续以真名王家恩现场新歌《好想约你》。 全场师生表现兴奋,有同学更高举登牌应援,令联欢会瞬间变成Gigi的小型音乐会。 他在台上表示,望透过歌曲向同学送出祝福。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事事顺利,一起共同进退,遇到难关不要放弃,可能会成为一个突破的机会。 该片段在网上疯传,网民纷纷留下搞笑的评论。 除了大赞其唱功,更孝指王家恩是阎明熙最大劲敌。 对于以真名参加校内比赛,兼勇夺冠军。 Gigi受访时,竟表示当初对比赛没有信心。 本身觉得无望,因为初赛没有唱得好,但是竟然入围了。 所以我要把握这个机会,为大家制造一个美好的回忆。 更指,虽然比赛期间有披露,虽非以歌星身份来演绎,而是以学生的身份,就如平常人。 故演出未有太大的负担,至最后获奖一超开心。 他还大赞其余参赛者水准高,高手在民间嘛,每个人都全力以赴地去做。 所以,我好想站上台去体验这个感觉。 活跃于校园生活的Gigi曾多次为校争光,网上流传一张其学校2018到2019年度课外活动奖项列表。 当时还是中二的他,在校外夺得共七个有关唱歌的奖项。 去年更获,学校颁发的音乐课外活动优异奖,真的很厉害啊。